在街道上上演的枕头大战你看过吗 配合4月2号国际枕头大战日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人们在市中心的大雪广场拿起枕头互相打闹 他们痛快地追打 让藏在枕头里的棉花散落一地 以最远时简单的方式输解了他们的日常压力 一只投贴胶布 栩栩如生的大象 置放在美国华盛顿林林兄弟马戏团外 旁边有一名来自善待动物组织的成员 正向人们派发传单 灌输人们暗护动物的意识 善待动物组织抗议马戏团让大象参与表演 声称这举动对大象不远道并造成折磨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民众组织举行了主题为No More的游行 声援总统胡安·曼努埃尔桑托斯 和反政府武装谈判了三连之久的和平协议签署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政府军的冲突 长达50多年之久 期间超过26万哥伦比亚民众在武装冲突中丧生 数千人失踪 我开始 won' 太究竟了 中分 炼